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直流充电桩是怎么充电的 兄弟们起床了 现在早上八点钟了 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了 一个马路边 这个地方还算安静 没什么大车是一个小路算是 我们现在用上那个网 晚上的蚊子就少多了 基本上就进不去了 不仅能挡蚊虫 而且还有一定的隐私性 你从外面看里面 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看不清的 平时走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给卷起来 放到上面 这里还挂了一个水桶 因为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有太阳灯板 它挡太阳灯板的发电 所以我把它给寄到这个地方 用的话也方便 也不耽误事 这个雨现在一下 这几天又感觉有点冷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镇真的好大 就跟一个县城一样 就不像一个镇 兄弟们你们看这个镇 这居然是一个镇 其实那里面那里面很大 很大 往那边走 而且很繁华 昨天我们就十一二点钟了 那里还有很多卖吃的小夜市 很多人呢 而且看到没有兄弟们 这个镇上有很多拉克的 那种小三轮 一般小三轮的话 县城才有 那种小镇的话 哪有这种拉克的三轮 我刚才搜了一下 这边有公厕的 这边有一个广场 它叫好人广场 我们来这个好人广场 方便 方便 这边有卫生间 这样下的那种小雨 走在那种广场 小型公园里面 真的很舒服 说实话 一般乡镇上那种公厕 都不怎么样 来看一下它这个公厕 到了兄弟们 看一下 公共卫生间 很不错 很不错 跟城市里面呢 差不多 卧槽 我都有奥利盖 这个还好 兄弟们 昨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没有充电 因为充完电放一晚上 总感觉第二天跑不远 所以呢 我基本上都是 早上充电 充完电之后 我们再出发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 这个直流充电桩充的电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直流充电桩 是怎么充电的 那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充电桩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充电桩 它是比较大的 之前给大家讲过 那个叫交流充电桩 那个是很小的一个 而且它那个线也很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直流充电桩的 它这个线是非常的粗的 而且它这个枪头 也都是比较大的 都是这种大枪头 并且它这个充电的孔 它是九孔的 那交流充电桩 它是七孔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 上面是四个 中间是两个大孔 然后下面是三个 总共是九孔 现在这就是直流充电桩 直流充电桩 听那个名字就知道 它给的电是直流电 而且是高压直流电 阿门 怎么把这个电取出来呢 那大家往这里看 看到没有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充电枪 拔下来之后 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大家看外观一看 就不是很专业的人做的 这个是用一个铁皮给封起来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是比较简陋的 虽然它看上去比较简陋 但是它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我用它到直流充电桩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过 不能冲的直流充电桩呢 这个就是一个充电口 对接这个充电枪的 直接把充电枪插到里面 它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这个电路板 总共有两块电路板 有什么继电器芯片了 这些集成的那种电路板 乱七八糟的 里面的东西也比较复杂 就不讲了 再看一下这一边 这一边是一个 这是一个两孔的插座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三孔的 三孔的 现在我已经插上了 插到我这个充电器 这个是非常简陋的 就是这种 它这个东西会发出一道程序 发出程序给这个充电桩 比如说我要多少伏的电 然后呢 电流是多少 电压是多少 然后会给这个充电桩 传出这个信号 那充电桩收到这个信号之后 它就会给电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它不发出指令的话 就没办法给电了 所以得有这个东西 才能让这个充电桩的电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到哪里呢 直接到这里 这是一个充电器 这是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 如果说有电动车的朋友 都有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外观不一样 但是我这个充电器 还有一个区别 跟一般的充电器 它这个充电器 是可以用直流电 也可以用交流电的 刚才我讲过了 这个是直流充电桩 它发出来的电 是直流电 而且是300多伏的直流电 跟我们普通家用的交流电 它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朋友的充电器 他可能用不了这个直流电 不能直接插这个直流电 必须得用家用电才可以 但是我这个直流电 交流电都可以使用 而且它这个电压 电流都是可以调的 你包括上面这个显示的 现在是66.4 电流是14.8 这个都是可以调的 有些朋友 他那个电流电压 都是固定的调不了 但是我这个是能调 那把电取到 电充到我们那个充电器上 然后呢 这一头就插在了电动三轮车上了 直接就能给这个电瓶充电了 这就是用那个直流充电桩 充电的一个步骤 一个程序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我们充电之前 必须得扫码 它这个充电桩是两个充电枪 这边可以充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边的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想充电 点一下这个枪 它得请插枪 看到没有 你插上枪之后 你点击它 到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 你用那个小程序 或者是APP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 比如你想充多少钱 然后充5块 10块 20 30都可以 如果说你充完电之后 这个费用没用了 它会把这个钱退还给你 这上面也有这个步骤 因为每个充电桩 它下面都会有介绍 用什么小程序 或者用什么APP 那你按照它这个提示来就可以了 你看第一步 第一步这里将充电枪插入车身充电口 第二步 扫一扫 第三步 点击扫码充电 识别充电桩 二维码 第四步 输入预充金额 并确认支付成功 然后支付成功 下面就是小程序提示充电完成 主动点击小程序 结束充电 那就是说你不想充了 也可以主动点击 还有一种就是 你比如充满了 它会自动停 这两种 第四 最后一步就是将充电枪放回去 一般你充完电之后 它会把这个费用余额退还给你 那以上就是我们用这个直流充电桩 给我们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的一个详细步骤 那如果说兄弟们有什么还不明白的 或者是哪里我没有讲清楚的 都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到时候都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 非常的奥利给